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总有人觉得这世上就是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武松 众人皆啼笑此人痴心妄想 谁知他真的拿出了武松存在的证据 而这证据也确实让人无法反驳 此人叫吴建飞 九岁时曾亲眼目睹武松棺果被抬起 1894年的一天 吴建飞路过杭州永金门 恰巧看到修城墙的工人正起着一具棺材 这本不是什么激励的事 当时的吴建飞想着快步离开 但右眼不自觉地一撇 他正好撇见河头上赫然写着清晰的四个大字 武松之旧 痴迷水浒的吴建飞当即陷入震惊与兴奋中 只是兴奋之余 他看到了让人寒毛直立的细节 灵九四字是颂体字 每字约六寸剑方 突克 铁金 金色未变 全观完好 比平常的长大 七色黑里泛红 初见时也曾怀疑那只是个空种 亦或是衣冠种 大不了一经绝发内里赫然有观 且长大 而观目已腐朽 从那偌大的朽缝中 窥见其骨骼一波长大 乃及拥抚原状 墓内还有一块满腹经文的墓碑 碑文内容竟是骇俗 难道武松真的真实存在 那么真正的武松 会跟小说里的武松一样 有个叫武大郎的大哥 和一个叫潘金莲的嫂子吗 碑文到底写了什么 时间来到1894年 在杭州知府的号召下 一大批工人聚集在杭州永金门外 准备对城墙展开修缮工作 只是工作刚开始不久 工人就发现了十分诡异的现象 本是清理泥土的工人 一个产子产到地下 产子竟然被泥土卡住了 而且周围的泥土也异常坚硬 工人当即反应过来 这里的泥土肯定被人动过手脚 这地下肯定藏了什么东西 但转念间 工人脑海里出现了一个 极为不吉利的想法 此时 他的腿也不自觉颤抖着 永金门 古代多数建筑的遗址 搞不好这里就会一脚一个坟 工人意识到 自己有可能把别人祖坟挖出来了 心里又惊又慌 其他工人见状 第一时间上报官府 官府听闻可能挖到祖坟了 他们第一时间拿上洛阳铲 也赶紧往现场跑 到了永金门 官府人员对泥土异常的地方 进行了初步勘探 洛阳铲一进一出 人群中有人惊喊道 青膏泥 经常挖墓的人都知道 青膏泥一般在丧事上使用平凡 因其密封信号 所以古人常常用来封官 这下好了 一铲下去 真的挖到别人家祖坟了 有人马上建议把坟重新封好 免得惊扰祖先生活 但有人却好奇 这祖坟到底是哪个名文旺族的 传说着杭州西湖边 一共埋葬了三十多位名人 其中包括岳飞 张苍水 于谦等豪杰 而这金有门就在西湖边上 所以在这里发现的古坟 很有可能就是名门望族的 在好奇心的去世下 有人不顾反对 用铲子奋力一铲 铲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透过光线往里一瞧 那人直接跌坐在地上 嘴里呢难道 尸骨 乱七八糟被啃咬得惨不忍睹 这下官府的人不淡定了 尸骨还能被啃咬 怕不是被盗墓了吧 于是当即对古墓展开抢救性发掘 开发不久 一个墓室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只是里面的景象多少让人感到失落 原来墓内并没有乱七八糟的尸骨 而且出了正中间的一举棺材 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陪葬品什么的全部不知所踪 正当众人失落时 有人却在棺材板上有了重大发现 这个重大发现就如开头所说的 在棺材河头上清晰地刻印着四个大字 武松之旧 这下众人猛了 武松不是水浒里的虚构人物吗 怎么会有墓葬呢 这种震撼让众人无法进行脑部活动 他们只知道自己真的把大人物的坟挖开了 没多想众人就给棺材进行重新安葬 从这开始众人对于武松真实存在深信不疑 但对武松存在之谜也就此打住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1964年的西湖边的无望之灾 再次燃起众人对武松之谜的猜忌 1964年因为时代的原因 众人准备再一次挖出武松墓 只是这一次挖原本的武松墓葬后 墓内的情况让众人大惊失色 原本已有腐朽迹象的棺果 已经腐败不堪 肉眼可见的是墓内的森森白骨 只是这白骨呈现的姿势十分诡异 为了更好的研究墓内发生了什么 专家只好先小心翼翼地把主棺搬运出来 然后请来吊车 把主棺转移到文物保护实验室内 只见考古人员拿着小木蝎 从棺果的缝隙打入棺内 顿时大量积业喷涌而出 不出意外的话 积业里应该能找到 证实墓主真实身份的陪葬品 可意外的是 这个棺果里除了一副光秃秃的遗骸 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并且根据专家对遗骸的判断 这墓内的武松并不像小说中说的那般伟案 也就是个普通偏矮的身材 尸骸上还遍布了大大小小的伤痕 就像被猛兽撕咬或者重物击中的痕迹 此时专家们内心闪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武大郎 这怕不是不是武松的墓 而是武大郎的墓吧 但这样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 武大郎墓葬早在前些年的河北形态被发现了 而且武大郎的墓葬形式是铁链玄关 十分特殊 但如果排除了墓主人是武大郎 这墓主人的特征跟小说中的武松又不一样 墓主人究竟是不是武松 究竟是施乃安骗了我们 还是历史骗了我们 为了弄清楚墓主人的身份 考古人员决定对墓室进行更细致的清理 这不清理不知道 一清理考古人员就在墓室南角落发现了一块墓之铭 通过对墓之铭的清理 碑文逐渐显现在中人眼前 专家对碑文内容进行解读后 在场的考古人员却感到几倍发凉 原来碑文所记载的这个墓 的的确确是武松的墓葬 不过此武松并非施乃安笔下的武松 公元1055年 墓内的武松出生于河北邢台清河县的一户贫苦人家 虽家境不好 但生性好动的武松并没有终日郁郁寡欢 而是非常喜欢武刀弄剑 每等十八岁成人 武松就练就了一身武艺 虽身材并不算魁梧 但也顺利成章成为宋朝一名义士 本着满腔热血 附近村民大多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武松凭借走街串巷的卖艺为生 虽不能富裕 但生活也算幸福 直到有一天 他跑到永津门一带卖艺时 恰巧被路过的杭州知府高全看到了 当时的武松为了拉到赞赏 一遍又一遍上演着自己的绝活 高全看到后 一个劲地说着 人才 人才呀 于是就找到武松 让他给自己当差 武松干活不仅勤快 而且会看眼色 对高全给他布置的所有工作 都尽心尽力 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所以没过多久 他就升官了 被升为都头 后来还成了支付高全的心腹 高全什么大事小事 都会让武松负责 甚至还会问武松的看法 到这里 武松已经在贵人高全的提携下 获得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相比在街头卖艺 风餐露宿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生活 武松心里全是对高全的感激 在世人看来 武松已经被打上了支付高全一派的标签了 这样一来 只要高全不没落 武松就会享受到相应的红利 只是谁能想到 在旧社会当一个清官也是一种罪 支付高全为官清廉 这是在杭州出了名的 但这份清廉却动了某些人的蛋糕 所以因为一些小事 高全被罢关了 作为前任支付心腹的武松 会不会继续被重用呢 这里我先说一下新官的身份 这新官员是京城太师蔡经之子 名叫蔡云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 新官上任三把火 其中一把火直接把武松赶出了衙门 蔡云上任杭州支付后 百姓才真正意识到基因的重要性 蔡云的作风跟那父亲如出一辙 只不过蔡经在暗 蔡云在明 什么虐政殃民 科捐杂税 剥削百姓等等 一个恶习都不漏 杭州的老百姓可谓是怨声载道 却又无可奈何呀 毕竟这人后台硬着呢 老百姓最多也只能给蔡云 起了蔡虎的名字嘲讽 嘲讽他是一只吃人的老虎 武松在衙门当差多年 他身上唯一没变的就是正义感 看着这蔡虎鱼肉百姓 武松心里只想为民除害 于是有一天 武松藏匿在蔡虎门前 在蔡云回家时 趁其不畏将其抓住 当蔡云的护卫反应过来时 蔡云已经断气了 剑主则在自己面前被杀害 护卫们生怕自己被问责 于是几十个护卫把武松围住 武松虽武力高强 但架不住对方几十个人 在长时间的搏斗中 武松还是因为体力不支被逮捕了 但他宁死不屈 最后死在监狱里 杭州的百姓听到是武松为民除害 杀死之父蔡云 自己却永远出不来后 他们非常感激武松 纷纷自发为武松收敛遗体 最后将其葬在西湖西冷湖畔 而后人敬重武松的壮举 也为其立碑 一约颂义是武松之墓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武松 与水浒传中一样 极恶如仇 为民除害十足的大英雄 说来百姓给蔡云取了一个菜虎的外号 真实存在的武松也算是上山清虎了 只是这个虎解救的是整个杭州的百姓 2004年 杭州为了纪念历史文化名人 在西湖边上为武松修建了一座武松墓 墓葬是按照武松墓老照片复刻的 不过因为各种历史原因 新修建的武松墓只是一个衣冠种 不过这又怎样 侠肝义胆的武松永远存在人民心里 他的事迹被一代又一代世人传承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